大家好 我是阿波 今天我們出來玩了 我們現在人在澎湖 這次我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就是 花火節已經20週年了 所以今年有非常盛大的活動 我要來記錄一下 而且我這次會在這裡四天三夜 所以我有住了三間完全不同的民宿 即將要分享給你 如果需要澎湖的住宿資訊的話 記得記得一定要鎖定這一步 還有朋友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就交給我 帶給你啦 好那我們現在第一站 我們到機場旁邊的南寮 這裡有一個最新的網紅打卡景點 一定要來一下的對不對 我們這麼網帥就一定要來拍個照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去南寮呼求 在他之前我們先來吃一個傳統豆花 我們一起去吃吃看 大家看看這個線磨豆花 真的很Q欸 來這裡呢我先吃個豆花 如果你要吃其他的 比如說小卷麵線炒飯啊 這邊都有 但是呢他的豆花 看起來就是最吸引我 試一下試一下 我這個是桑勝豆花 他豆香味真的很濃 入口即化 豆香味濃 讚 然後還有這種紅豆的啊原味的啊 第一站吃個豆花 消暑 接下來來去拍照啦 好的拍完照我們來吃個晚餐 看一下沐衣豬排 在地人帶我來的 我們來吃一下豬排 但是呢 我們先吃一下豬排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澎湖厲害的是什麼 海鮮 他們現在有主推這個 叫做開運魚排定食 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上面有很特別的醬 其實來這裡啊 如果你想要吃個 吹冷氣這個 好吃的定食 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我剛才啊 有偷吃他們豬排 還不錯 還不錯 然後飯也很特別 好我們來試一下這個魚好了 這個 他們的炸粉很好吃 欸 他們的魚 嫩嫩滑滑的 然後配上酸酸甜甜的醬 好吃 可以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這裡面呢 他會附這湯啊 附了茶碗蒸 好那我們吃完呢 就要進入我們今天的民宿 等一下呢 帶你們去民宿看看 大家看我晚上住的房間 是不是超級大 超級漂亮 這間呢叫做 候鳥朝鮮帶民宿 真的 非常的舒適 而且你看喔 雖然啊 你看它現在非常非常大 對不對 為什麼要這樣 這麼大的一個環境呢 因為 你明天早上起床 打開這些窗簾 你就會看到 你被海 圍繞著 整個包圍你那種感覺 真的是 我超期待明天早上 但是我們剛才這樣過來 其實它的外觀啊 也是 就像一隻候鳥一樣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你看 這裡面 我們這個是兩張大床 兩張大床 啊 你這個大概是一個四人房的房型啊 但是我們今天就住兩個人 就兩個人 再來看看這個空間 最後 出來玩 一定要在意的是什麼 這麼大的浴缸 非常非常棒啊 好 那介紹完 房間內部 明天呢 我再介紹一下 早上優美的風景給你 準備 明天見 你們看看吹風機還是Dyson的 尤其是你看它 它所有背瓶都給你 所以你在這裡要烘頭髮 吹頭髮 都非常非常的愜意 它衛浴喔 我真的給它非常非常高評價 炒蛋 大家早安 大家看一下 欸 早上醒來就這樣的景色 這個 心曠神怡啊 對不對 每天早上醒來 如果都是這種景色的話 生活都沒有壓力了 對不對 難怪大家那麼喜歡來澎湖玩 看我繼續走 哇有沒有 就是整個海邊啊 然後 270度全部的環境 都是漂亮的海景 有沒有 超讚的 好那等一下我們就去吃早餐 這一間厚鳥草間帶民宿 真的是太有誠意了 剛才早餐居然還是用中繼燒餅 不用排隊就可以吃到中繼燒餅 是不是非常開心呢 而且這裡的環境 真的真的非常好 如果你是想要獨立的一個民宿啊 然後可以遠離成宵 然後非常幽靜 不被打擾的話 這裡是一個非常好選擇喔 好那我們等一下離開民宿呢 就要去吃午餐啦 我們等一下 午餐見 大家看看 來澎湖 吃麻辣鍋 還是吃到飽 看這個 看一下 我們直接夾一下牛肉 有沒有 今天天氣真的有點冷 所以我們的在地有人 直接推薦我們來這一間 吃到飽的麻辣鍋 牛肉煮麻辣湯 幫你試一下 完全不用蘸醬欸 它辣湯很香欸 對啊 我想說辣的 你們都白湯的醬 來試一下白湯 白湯的部分 喔 麻辣現在在嘴裡 它的麻比較重 辣比較輕 所以 那個口水分泌出來之後 你整個冰很 好吃 吃個白湯 嗯 它有個特點 它湯味道已經很夠了 所以完全不用再加蘸醬 很順口 肉品質也不錯 不過來澎湖也可以試試看 真的 吃到飽 現在呢我就在澎湖的 遊客中心 這裡呢 衍然變成一個 超級大的展覽館 而且 看這些東西都很可愛 有沒有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來澎湖要吃什麼 來 直接澎湖遊客中心 全部 澎湖該吃的美食 全部都幫你 記錄下來了 有沒有 還有 我們看一下這裡 什麼 該吃的 全部都在這裡了 有沒有 還有美女幫你介紹 超棒的耶 遊客中心 一定要來一下 如果你是來澎湖 Long Stay的話 你還不知道到底要去哪裡玩 比基尼比基尼有沒有 剛剛有沒有看到 沒關係 如果沒有看到的話 我們等它出現 我們再補個畫面 在這裡呢 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景點的導覽 直接告訴你說 來澎湖什麼景點 好玩 你看喔 好吃好玩 藝術都給你了 澎湖遊客中心 真的要來走一走 非常地棒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接續我們今天的行程喔 現在這個位置啊 在縣政府 然後遊行 即將要開始了 你看到後面 很多活動都要開始了 今年特別 會有一個遊行的活動 然後在花火節開始的時候 從4月25號開始 都會 不斷不斷的 跟大家見面 等一下呢 遊行就開始了 然後我們就跟著一起遊行 那遊行完就是 我們的花火節的重頭戲 我們的煙火 那今天呢 會釋放 那我就分享一點點 讓大家先乒乓一下 好 現在跟著大部隊走 遊行已經開始了 然後呢 我們整個流行 會有 中間還有一些 不同的表演 所以在這裡 大家可以來感受一下 不同的花火節氛圍 我們等一下記錄一些 遊行的過程 接下來我們期待 好看的花火 我們的煙火秀囉 好 現在大家看到我 應該都是阿迷夢的狀態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後面這個橋 這個橋呢 等一下煙火就會在這裡 漂亮的綻放啦 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等待一下 我們相機都有架好了 大家在這邊等待煙火的釋放 但是這次呢就是 釋放而已 所以你要看完整的 就自己來現場 感受那個漂亮的煙火 還有那個震撼的威力 好不好 那我們就 待會見 3 2 1 1 2 3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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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2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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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time for the goodbyes everything dials while there's no rise of the light i'm gonna shout when you say what's on your mind i can see the pain in your eyes if words i'm late then i'm right don't know how to keep on calm baby don't use all your eyes um i can see wow i can see it's time d 我很 in i'm in ga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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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吃的超开心 我们吃了海鲜大餐 這是我的房間 我們今天住的是羽龍花園 溫馨雅致 直接來看一下 很乾淨耶 我開個燈 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的房間 剛才我上去看 它這裡其實外圍 還算滿至高點的 所以三樓還有一個交移的空間 你可以去那邊走出陽台 還可以拍夜景 真的很不錯 這裡我說真的 每一個房間房型差不多 然後我有去二樓看我朋友的房間 它是四人房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來澎湖玩的話 這個我覺得你如果是一群朋友 年輕人非常的適合 因為第一個你不常在房間裡面 他們的公共區域都超棒的 你這樣怎麼會不會這樣 全哥 全哥 你在吃什麼 好吃嗎 吃一下吃一個 今天他有多脆 哎唷 哎唷 哎唷喂啊 這個是他們的五股編輸季 五股啊 對 啊七股呢 七股就要去看 黑面皮錄嗎 對 哦 很讚 他的價格相對來說還蠻實惠的 所以如果要訂的話 一樣 密房資訊我會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然後明天早上 我們還有滿滿的行程 第三天的行程 tomorrow 好舒服啊 大家早安 我們已經吃完早餐了 今天是在澎湖的第三天 然後要離開羽龍花園民宿 這一間呢真的我昨天睡得超級舒服 他房間就是小而美小而巧啦 然後呢你看外面 有這個非常棒的大草原 所以在這裡你是會有非常非常放鬆的感覺 然後這裡呢就比較適合所謂的親子啊 或是說一大群朋友來這邊 可以包動 算團體人數比較多的話 這間可以考慮看看 非常好棒 好那接下來今天呢 我們就要搭船中央吉貝 今天晚上還會分享一間 吉貝的民宿給你哦 記得繼續看下去 好啦那我們出發 Let's go